哈利利亚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哈利利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的带领 在今天的安息日聚会 特别举开宗教教育的开会式 说起来 这个宗教教育的圣功 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大项的一个重要工作 因为教育的问题 是关系着教会的发展 为什么我们在社会国家 政府非常重视学校的教育 目的也是要培育国家未来的人才 也要让这个国家有一个传承的生命 培育更多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让社会更加能够进步 这个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 教育的问题是不可以少的 那同样在教会里面 那教会根据圣经 建立一个 纯正的宗教教育的信仰观念 所以宗教教育 无论在现今的信仰生活里面 在神国里面的坚定 对于在神国里面的坚定 人才的传承培育 人才的传承和服务 宗教教育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圣功传言 所以对于宗教教育来讲 在宗教里面 教育的体系之下 教员跟家长还有学员之间 这三个主要的成分 会造成良好的宗教教育 那我们就从两个方向去谈 并且根据圣经里面 来了解 第一个方向 圣经神的选民是 以色列百姓 那以色列人对于 宗教教育的态度观念 这个我们必须去了解 然后再来对我们现在 教会的宗教教育 要做一个非常好的态度 然后对于我们现在 宗教教育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 以色列人在圣经中 以色列人在圣经当中 他基本一贯的信仰观念 都是被认定 这个知识是从神而来 都是被认定知识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神直接面对面跟祂的仆人说话 并且交代重要神的吩咐 所以他们一切宗教信仰的教育观念 是直接从神领受 所以这位独一真神 他是最大的教师 是一切的智慧的源头 是一切智慧的源头 他教导他的百姓要以敬畏神做一个开始 他教导他的百姓以敬畏神为一个开始 你才能够谈任何的智慧或知识 你才能够谈任何的智慧或知识 我们来看真言第一章 真言的第一章 第七节 真言第一章七节 七节这里说 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 我们再来看真言第九章 第十节 九章十节 九章十节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神初初对他百姓的一个教导 所以神初初对他百姓的教导 都是以敬畏神为开始 然后才来谈你人生的知识和智慧 然后才来讲人生的知识和智慧 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宗教教育的信仰的观念 你有了敬畏神为基础的信仰观念 才会做到两件事 才可以做到两件事 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一篇 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一篇 诗篇一百一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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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还是一样强调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对于神的信仰的这种认知 这种教育的学习 这种敬畏神的人 他会做到遵行主命令的这种生活 他有了这种宗教的教育在他的心里面 他才有可能从内在的信仰观念 然后建立外在的生活 我们来看诗篇二十八章 来看诗篇二十八章 诗篇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请看二十八节 二十八章请看二十八节 二十八章二十八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四十七页 在旧约圣经六百四十七页 约伯记28章28节 他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这里又再一次的让我们明白 说敬畏神是智慧 所以一切的宗教教育的信仰的原则 所以一切宗教教育信仰的原则 敬畏神为一个基本的教育概念 诗篇我们刚刚看了 敬畏神的人就会遵行神的命令 这是内在的一种信仰教育 那外在呢 这里讲得很清楚 你敬畏神是智慧 但你要做到什么 远离恶事 不但是智慧 而且又是聪明 这是神对他的选民 以色列百姓教导的宗教教育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明了 不是生下来你就懂得神的信仰的教育 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神的宗教教育 所以在这里也非常强调一种学习 所以在这里也都非常强调一种学习 诗篇第八篇 那里就强调 在那里强调 学习会引导人 最后赞美神 学习会引导人 最后会赞美神 那我们就我们人的学习来看 就我们人的学习来看 有两种 一种就是学习世上的知识和社会教育 一种就是学习社会上的知识和教育 求学它不仅仅是满足一个人的好奇 求学不单单只是满足一个人的好奇 也能够让人更完满地使用神是给他的一种才能 所以这个学习其实也是神给的 那我们活着就是要学 学习学校教育 学习社会教育 学习家庭教育 更重要的要学习宗教教育 所以这个学习 它有分教会里头的宗教教育和外面的 所谓的社会教育 那对于宗教教育而言 儿童的教育非常受到重视 所以作为父母亲的人 你有这个责任要来教导自己的儿女 儿女的好坏 最直接影响最大 就是身为父母亲的人 她会不会祷告 她会不会敬畏神 她会不会有良好的人格成长 他们会不会有良好的人格成长 有没有好的纯正信仰 最直接影响就是父母亲 因为你教导的内容 因为你教导的内容 如果是以教会宗教教育为主 如果是以教会里面的宗教教育为主 那你的小孩就具备纯正的信仰教育 然后学校社会教育种种为辅助 然后社会的各种教育作为一个辅助 以色列人他们就很着重这样 以色列人他们就很着重这样 美国他们有一个很高级的单位 美国有一个很高级的单位 他们就调查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样聪明 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聪明 为什么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成功的人很多 他们做了调查之后 比如说 在美国里面 在美国里面 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人 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人 有百分之 这个三十以上都是犹太人 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是犹太人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就深入他们家庭调查 才发现 并不是他们的头脑跟人家不同 而是发现他们是 有宗教教育敬钱的人 而是发现他们是 有宗教教育敬钱的人 凡事都结合了 跟神的敬畏有关系 所以读书也认真 做生意也认真 开公司也认真 做什么都认真 所有强调的就是 敬畏神的宗教教育 他们所强调的就是 敬畏神的宗教教育 浪费时间的事 跟宗教教育没有关系的事 绝对不做 所以 结论是说 神特别祝福 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 他们知道有很多的教育的生活 但是他们着重的就是 宗教教育排第一优先 只要是聚会 只要是服事神 只要是跟 生活跟宗教教育有关的 抢先 来把它做好 只要是跟宗教教育有关的 就抢先将它做好 他们的后代有差吗 那他们的后代有差吗 只要影响宗教教育的聚会时间 他们是不会让孩子出去补习的 只要是影响到宗教教育的聚会时间 他们就不会被小孩去补习 并没有差 反而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知识 所以调查的单位 公布资料以后 就发现 他们是蒙神特别祝福的一群人 就是重视家庭的宗教教育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民族的信仰教育 如果我们今天 也能够这样重视 我们的后代不但信仰强 任何做事都以敬畏神为主 一定会蒙神祝福 这个是他们为什么能够 恢复他们的国家 成立以色列国 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从圣经旧约 神的百姓的历史来看 他们这么着重 宗教信仰的教育 目的就是要 他们的儿女 把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的作为 能够教导 目的就是要教导他们的儿女 神在他们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历史 做一个良好的教导和传承 做一个良好的教导和传承 这个可以参考生命记的11章18节到25节 神也要求以色列百姓的父母 神也要求以色列百姓的父母 你们要教导儿女遵从神的律法 因为这是神吩咐说的 那孩童要学习宗教教育的课程 孩童要学习宗教教育的课程 必须要从小来让他遵行主的课 你需要让他从小来遵行神的课 外面会有很多的教导 你要怎么带孩子 外面会有很多的教导 教你怎么去教孩子 其实最好的方法 就是教导他遵行主的话 其实最好的教育 就是教导他遵行神的话 你这个原则不变 你长大会看到他是一个成功 有信仰的人 行事为人要有智慧 也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而走 当我们在看真言的时候 他特别这样交代 在真言的一章八节九节 他说这是写给众儿子们的 真言智慧的话 是写给众儿子们的 意思就是对整个以色列百姓说的 你可以从不同的经卷里面 神对他百姓讲话 都会用这种说话和对象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旧约神的选民的历史里面 在旧约神选民的历史当中 以色列人对教育的态度观念 以色列人对于教育的态度和观念 把神 敬畏神当作一个最基本的 教育信仰观念 将敬畏神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教育观念 第二个要谈的 第二个要讲的 就是以色列人在宗教教育的发展 就是以色列人在宗教教育的发展 我们常常会这样说 我们常常会这样说 教育好像是在学校负责 教育好像是在学校负责 其实宗教的教育 其实宗教的教育 它最大的影响的环境 最大影响的环境 就是在家庭里面 就是在家庭里面 宗教教育应该是从家庭里面开始 宗教教育应该是从家庭里面开始 教会不过是有系统的教导 教会只不过是有系统来教导 教员也很尽责 每一班都有不同的老师在教 也被安排不同的课程在里面教导 但是他学了以后 影响他最大的环境 学了能不能付出 做得好不好 最能够表达的 最能够看见的 就是在家庭里面 所以这里很重要 家长要配合 不是你回去问你的孩子 老师教什么 要常常祷告 那他回去有没有祷告 这个就要看家长的配合 家长都不祷告 我常常吵架 你那个什么教育 那你那种是什么的教育 没有配合教会的教育 所以你的小孩 信仰上就不健康 所以你的小孩 在信仰上就会 家长要有很重要的角色在里面 所以家长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在里面 那说起来 神卷选了这个亚伯拉罕 神指示他 你要教导自己的小孩 从几个方面来看 从信仰上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创世纪22章 创世纪的22章 第一节 这里说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神试验亚伯拉罕 神试验亚伯拉罕 祂说要献上你的爱子以上 祂说要献上你的爱子 祂从整个献上的过程 祂没有埋怨 祂从整个献上的过程 当中祂没有埋怨 祂很顺服的带着孩子 到摩利亚山上去 要预备祂准备献给神 要预备将祂献给神 整个过程 孩子以撒看在眼里 整个过程当中 孩子以撒 当祂把祂绑起来 放在柴堆上的时候 准备要起火 烧献祭 神就出面阻挡 你的试验通过了 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 我已经为祂预备 有一只羊羔在旁边 你杀祂来献祭 从神吩咐亚伯拉罕 然后带以撒儿子走 把仆人放在山脚下 叫以撒自己背柴火 那个是要烧他用献祭的 但是这个整个过程 最后看到神的同在 你说对以撒 没有很大的影响吗 很大 你说对于以撒 没有很大的影响吗 是有很大的影响吗 我们来看十二节 我们来看十二节 十二节这里说 天使说 天使说 你不可以在以撒 同志身上下手 你不可以在以撒 同志身上下手 这里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也没有将你的儿子 留下来 你完全的就是要为了主 这个考验很大 这个很重要的一种宗教教育的学习 十九节 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 仆人也看到这件事 你想想看 所以在信仰上面 所以在信仰上面 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留下了很好的榜样 在婚姻上 二十四章 是最好的一个 婚取的榜样和 这个见证 以撒儿子顺服爸爸的教导 爸爸亚伯拉罕就差遣仆人去 整个过程都被主安排得很好 在婚姻上面 以撒也学会怎么样交通神 在婚姻上面 在婚姻上面 再来在生活上 就是创世纪二十六章 他怎么样遵守神 留在饥荒的地方 所以从信仰 从婚姻上 从生活上来看 这些种种的教育 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影响 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 很坚固的 从亚伯拉罕传到以撒 然后也传到雅各 在一代一代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信仰的宗教传承 所以你想要你的家庭的信仰 得到很好的教育传承 我们做父母亲的要进责任 一定要配合教会的宗教教育 一定要配合教会里面的宗教教育 那想到约瑟 约瑟亚 约瑟亚 但以利 他们都接受了某个程度的教育 他们都接受到某个程度的教育 所以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 他们都留下了很好的见证 他们都留下了很好的见证 信仰的这种坚持 那看到撒姆尔 尤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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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塞亚 他们都有收门徒 他们都有收门徒 所以他们不但做先知 而且也收门徒 教导他们 要怎样做先知的工作 跟他们学习怎样侍奉神 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看得到的一个教育的发展 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看得到教育的发展 整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整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他们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产生有一些专门解释圣经的人 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专门解释圣经的人 称作文士 那文士他非常早期是一个书记 先知讲的话他们就记录 那立位人也有一些人他们也做这样的工作 也被称作文士 所以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前 在圣经里面就发现 已经有一些人开始研究神的律华 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 在被掳之后 在被掳之后 这些文士就被看作为 如同早期的先知一样的地位 这些文士就看成好像早期的先知这样的地位 甚至被称为是会堂中的文士 那到了新约 他们被称作律华师 或者律华教师 或者称作拉比 就是老师的意思 那有一些人 在这方面做一个很好的老师 在这方面做到很好的老师 比如说当时早期的人物有西门 比如说当时早期的人物有西门 还有一个萨玛 还有西列 还有加玛列 加玛列是保罗的老师 加玛列是保罗的老师 萨玛西列 这是两个老师 他收的门徒多 在新约早期的时代 这两个收的学派 造成很大的一个对抗 这两个人所收的学派 造成很大的一个对抗 同样都是解释圣经的重要领导者 同样都是解释圣经的重要领导者 就是你只要研究 这个圣经的基督教历史的时候 就会碰到这些人物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 投入教导神的律法 律法应用在当代的生活上 然后逐渐扩大成为一个法则 那刚开始他们用口传 那后来就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教训 所以在犹太人的宗教里面 在主后200年的时候 在主后200年的时候 就整理了一套书 那一套书叫Mishnah Mishnah 那一套书叫做《传道者》 不是Mishnah 这个不用翻译了 那名叫做Mishnah 那中文是翻成Mishnah 中文是翻成Mishnah 一个是巴比伦的版本 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版本 一个是巴比伦的版本 一种是耶路撒冷的版本 一种是巴比伦的版本 因为早期在这两个地方 有他们的文士老师 因为早期在这两个地方 有他们的文士老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教训 都被似同 跟圣经的话 一样的重要 当然就是他们后来 犹太宗教发展的一个 所写下的书 那当我们自己呢 我们要对圣经神的真理 要确讯是神的话 人的教训是无法 取代神真理的权威 我们必须要这样认识 让神的话的权威 超越我们世界 所有任何人书上的教导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宗教教育的观念学习 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神的仆人的教导 神仆人的教导 对信仰教育的重视 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不过这些教导 都是出自于神的启示和感动 甚至写成了神所默示整本圣经的话 所以有关于宗教信仰教育的教导 所以有关于宗教教育的教导 对于个人来讲 对于家庭来讲 对于家庭来讲 对于教会来讲 对于教会来讲 都是很好的发展和见证 都是很好的发展和见证 而且跟得罪有关系 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宗教信仰的教育上面 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居住 对于整个教会来讲 真的是东方兴起的那一个大光 要来宣扬主的救恩 所以宗教教育 真的影响很大 求主带领帮助我们 利用一点时间 根据圣经里面 从两个方向去谈 以色列人对宗教教育的态度观念 和宗教教育在圣经里面的重要发展 愿神祝福大家